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世界上最矛盾的东西 有钱人怕别人知道他有钱 没钱人怕别人知道他没钱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对待钱的态度决定你人生的高度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一安再次感谢首批加入深夜读书的会员小伙伴们 谢谢你们的信任和支持 我会更加努力的 同时一安想提醒一下 如果你加入了纯七养 并且想要定制会员视频等等 请及时联系我的商业邮箱 如上 来件请备注您在YouTube的ID 一安在这里等你哦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以你们而精彩 前段时间 刘涛在节目了不起的姐姐中 聊到了安全感这个话题 他说 有安全感的时期 就是我开始慢慢存钱的时期吧 刚开始赚钱的时候 我用五年给自己存了十五万的定期 这十五万对于当时的刘涛来说 或许不是很多 但却能给他几番心安 有个人曾经说过 一个人一定要有着自己过好日子的能力 要有别人没法拿走的东西 这很重要 钱就是一个人好日子的来源 豆瓣高分剧 俗女养成记中 39岁的女主陈嘉玲 一个人在台北工作 她的经历不比任何人幸运 父母催婚 遇上了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准婆婆 每天起早贪黑 在同一个岗位上 干了十年 也没有升职 男友带她去试婚纱 婆婆连她的婚纱款式都要决定 装修两个人的新房 工匠只采纳婆婆的建议 因为付钱的人是婆婆 那一瞬间 她惊觉 自己那么拼命地挣钱 绝不是为了过这种生活 然后她辞了难熬的工作 和妈宝男断了联系 一个人回到台南老家 39岁 失业 失婚 但她没有丝毫焦虑 因为银行卡的数字 给了她足够的安全感 她用130万 在父母家附近 买了一套自己心仪的房子 随心所欲地 按照自己喜欢的风格 来装修 每天陪父母吃饭后 就回到自己的小院里 喝茶 晒太阳 给花草浇水 生活安静又惬意 你发现了吗 有钱的人 哪怕到了人生低谷 也不会哀叹人生 不会自怨自艾 因为他们攒够了钱 来对抗一地鸡毛 有句话说 人到中年 眼里只有钱 经历过生活的不堪 才知道 钱就是能烫平 人生一切褶皱的运斗 前段时间 网上有一则视频 一位妈妈 一位孩子 弄丢了地铁票 对她当众大声责骂 有些人看不下去 出言制止 不就是一张地铁票吗 五块钱一张 再买一张不就行了 这位妈妈说 我一个月才赚九百多块钱 这五块钱对于我来说 已经很多了 钱真的太难赚了 若是有钱 谁愿意因为一张地铁票 就责骂孩子 谁愿意因为五块钱 就丢了体面 生活很贵 柴米油盐和诗语远方 都需要金钱的支撑 用力赚钱 努力存钱 才能不辜负别人 对得起自己 日本纪录片 《女性贫困》中 有一个真实案例 40岁的左左慕晴美 毕业于名牌大学 曾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 结婚之后 她变成了全职主妇 丈夫在她生完孩子后 对她进行了 长达十年的精神虐待 时常辱骂她 是个废物 后来她离了婚 但因为离开职场太久 只能做一名临时劳动力 不仅工作时间长 强度大 薪水低 而且随时 可能被无偿解约 可她说 我别无选择 只能拿那些 比自己更惨的人 来自我安慰 过了30岁后 每个女人都需要 认清一个真相 手里没钱 一点点风浪 就能让人生 岌岌可畏 婚姻不能成为 谁的避风港 生活不会因为 结婚变得容易 反而会因为 不够好的伴侣 而变得更加辛苦 曾经有这样一个 奇葩新闻 妻子因为没有及时 在酒桌上 端茶倒水 被年薪40万的丈夫 数落了一个小时 岳父赶来 和女婿理论 却被打伤 新闻的关键信息 有两点 一 丈夫年薪40万 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 但性格暴躁 经常对妻子发脾气 二 妻子是全职太太 没有收入 被骂时不敢反抗 波福娃在第二性中 这样评价全职太太 几乎没有任何工作的辛苦 可以比得上 永远重复的家务劳动 带来的折磨 干净的东西变脏 脏的东西又被弄干净 日复一日 周而复始 我想 这个世界上最伟大 却最不讨好的职业 就是全职太太 一面承包着 最杂最累的活 一面却因为没有收入 而失去婚姻的话语权 对于女人来说 钱就是抵御风险的盾牌 没钱的人 失去伴侣 就是失去一切 有钱的人 失去伴侣 还有选择的自由 我并不爱钱 但我知道 钱能带来独立和自由 我喜欢的是独立 合自生活 容不得你矫情 只能为眼前的生活疲于奔命 别的 享受 都是适合远方 只有经济宽裕时 才有谈论远方 说走就走的资本 有钱更有自信 未必要富可敌国 未必要位高权重 只要衣食无忧 对生活就有更多的选择权 也更有尊严和底气 赢 真情假爱中的这句话 戳中了多少人的心 只有亲自扛起命运的大旗 把钱攥在手里 才能为自己制造安全感 以后的日子 每个人都要 培养赚钱能力 培养自己的赚钱能力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厨艺好 就将自己的拿手菜 录成教程视频 擅长家务 就提供清洁和收纳的小妙招 对育儿颇有心得 就分享育儿技巧 擅长手工 就在网上出售自己的工艺品 找到自己的优势 然后想办法将它变现 没事少抱怨 有空多挣钱 坚持记账 记录下自己的开支 并定期复盘 不仅清晰了解 自己的金钱走向 而且培养更健康的消费习惯 开源节流 是一个人越来越富有的诀窍 存一笔风险基金 在每个月的收入和家庭支出中 预留出一部分 只存给自己 这笔基金可以让你有更大的底气 面对任何未知的危机 让你随时可以重新开始 现在存下的钱 就是以后的路 听过这样一句话 每个人都应该让自己 grow up 而不是grow old 一词之差的区别在于 后者是变老 前者是成长 想让自己增值 就把那些用来抱怨的时间 都变成自己的折服期 为人生缔造转机 这世上唯一不用担心后路的方式 就是把前路走得更长 点个再看 希望每个人都能 心里有底 卡里有钱 未来可期 也能够见天地 见众生 见自己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